這屆水球 話說最近有兩宗新聞都是跟告示有關的 兩宗都是內地的新聞 而且都是跟Gates迫迫有關的 為什麼無緣無故要講英文呢? 一會你就知道了 首先就是講這宗 提高文明衛生水平 甲除漏人 你心想它是不是打錯字呢? 其實它是故意打錯字的 因為說避免提到Gates迫迫 所以就硬把漏集兩個字改成漏人 看來內地的論語也要改一改 學而時印之 不亦月虎? 你以為只要用繁體就沒事? 那你就錯了 你怎麼也猜不到 脆這個字也糟糕 有一隻日本的使用在微博平台做宣傳的時候 就把漫畫主角的名稱裡面的脆字刪掉 因為這個字被認為暗訪緊雅 Gates迫迫死兩詞 所以就不可以用那個字 看來脆疑也要改名 就像之前所說的 改成抹脆疑 而TVB的翡翠台可能要改名做玉石台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叫Gates迫迫 因為現在中國人不知道什麼時候用了什麼中文字 會突然被人認為你是肉畫 你是在諷刺Gates迫迫 那就糟糕了 所以說好英文 安全一點 喂 不是喔 怎麼看都應該說有兩個字死一次 因為只有一個擲字 除非你好像香港的那首儀哥 Wu擲擲 那Wu就死了兩次了 對嗎 等一等 那我弱字會被聯想為障形文字 就是吊著兩個... Anyway 所以今天又來跟大家說一些更多奇怪搞笑的故事 剛剛說到用英文 在用英文之前你也要懂英文 那懂英文 用英文除了安全一點 更加有好處 就例如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這個六合彩的頭獎基金 如果你懂中文只能夠知道原來是1億 已經很多了 但是你懂英文的話是1 billion 1 billion就是10億 而今天想分享的其實是這張 就是如果你懂中文的話 你就知道在這個地方只能夠以限速15公里 雖然他沒有說是時速 但段估不會是分鐘速 更加不會是秒速 所以如果你懂中文 只能夠以時速15公里來行駛 但是懂英文 就是speed limit 20kmh 即是時速20公里 可以多多5公里 所以說懂英文 用英文 是不是有好處呢 這張這麼大張的海報 是在一間宴會廳裡面拍的 寫著原隻南非鮮鮑魚 原價38元 帶特價每隻45元 嘩大聲告訴人 我們這裡加價 多誠實 接著這個相信有走開玩具店 都應該認得這間是哪間 一間玩具連鎖店 他就說這個模型車 原價是39.9元 特價是40元 咦 貴一毫子 用心良苦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為某些原因的關係 這期是多了人給現金 如果你給現金40元 本身要收1毫子 那現在40元齊頭 你如果不收毫子 又不用開聲說不要毫子 你又帶少些毫子散銀 啊 多方便 特價比原價 雖然不太合理 不過都比這張好 這個店鋪買一件批 原價6元 特價都是6元 但是既然弄了這個牌 為什麼要跟原價一樣呢 我只想到一個原因 為什麼要登這個廣告呢 因為老子有錢 YOLO 為什麼我要寫這個價錢牌呢 因為老子空間夠多 可以盡情揮貨 是不是這樣 這張圖不肯定是茶水間 還是大學的common room 總之就是一些共用的空間 有些人會放自己的東西 但是放的時候 怕其他陌生人 隨便拿到自己的杯子來用 所以有個人就特意貼一張這樣的告示 就叫大家不要碰他的杯 People know not to touch my mark and it's the one with rain ears on it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通常叫大家越不要做那些 大家就越偏偏特意去做 所以也有人特意在下面 就貼一張這樣的告示 告訴他 We can't help it It's so beautiful Can't touch this I I I lose control We can't stand it So keep touching this All night long Thank you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一些遺失寵物的街招 通常都會寫他的資料 叫大家幫忙找找 聯絡室主 而在葡萄牙那邊 就出現了這樣的街招 就寫著 你有沒有見過這隻小鳥 一開始就好像遺失寵物的故事 最近我遇到他 我們頭五分鐘都沒有 但當我喝咖啡的時候 他突然間就飛了過來 雖然我們沒有交流 但我真的很喜歡他 如果你看到他的話 就告訴他 我只顧著他 動物或者寵物傳心思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 但我相信這位朋友 是相信有動物傳心思的存在 這張照片是在香港的某間 日資爆破公司拍的 精選高達模型玩具系列 因為有些不是香港的觀眾 所以簡單講講 高達就是Gundum 有些地方叫鋼彈 所以按照你下面 應該放Gundum 相關的產品 連旁邊都寫著Hello Kitty 但這個牌子 正下方放了些什麼 龍珠的超級薩瓦人 比達 如果你問Sales 可能Sales會跟你說 饅頭不是頭嗎 鯨魚不是魚嗎 比達 有個達字 不是達嗎 我把比達排得這麼高 就高達了 對 請用頭量體溫 如果沒有頭 才用你的手量體溫 首先 他應該想說的是 清量度頭部的溫度 而不是用頭來量體溫 那是兩件事 接著呢 如果我不用頭 我就要切頭下來 才可以用手 那他呢 他在做什麼 他在用手量體溫 蛤 看來有些人真是嚴命長 就算你用的字沒有問題 你說的內容 都隨時被人攻擊村莊 Just speed up a bit You got this 衝過去吧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 應該不會有人衝啊 他只是平路而已 就算加上跳台 下面那麼大個洞 都應該不敢衝 啊 最近才被發現 原來類似的情況 都真的有車敢衝過去 這裡是在內地 一輛大型貨車 可以夠膽得來 又懂得這樣去過 即是不肯定 究竟他是第一次遇到 突然當是家常便法 經常都是這樣過 好恐怖 所以香港人經常笑些香港人 說為了上班什麼都行 沒有人阻止到香港人上班 其實公平一點說 我覺得這個應該都是全球的通病 為了份工 真的拼到盡 相信大家在做某些決定的時候 內心的天使和魔鬼 都會和你抗衡 你以為只有你的內心 才會同時存在天使和魔鬼 嗯 其實藥都會的 就好像這隻藥一樣 它裏面不同的成分 有不同的副作用 一隻的副作用 就會令你睡不著 另一隻的副作用 就會令你想睡 究竟結果會是怎樣呢 不過我想深一層 其實都不是天使和魔鬼 兩個都很兇 你想想如果兩個副作用 同時間發揮的話 就即是說 你眼睡得了 又睡不著 是不是跟普遍的香港人一樣 好想睡 沒得睡 有得睡 睡不著 真是慘 做香港人 好辛苦 我明白 你明白 上次有間爪樓使用貴公司 今次有幼稚園寫貴效 在這裡再說一次 跟對方說 專稱 即是代表你才用貴的 如果是形容自己 是用本的 第二個大家要留意我日期 2月9號至21號 是什麼日期 就是我們剛剛過了農曆新年假期 但它寫什麼 暑期假期 好熱啊 嗯 可能出通告的朋友 都是西伯利亞人的朋友 是覺得香港一年四季都是熱 而且很L熱 所以對他來說 這段日期期間 都是很熱 所以叫做暑假 然後又下角才厲害了 時光機是存在的證明 2021年7月21號出的通告 告訴你 2021年2月哪些日子是暑假 太厲害了 這個通告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多特點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有趣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章 或者對哪一章的印象最深刻的 歡迎留言分享 又或者如果你看到什麼有趣的故事 設計等等 想投稿的 都歡迎大家來投稿 今次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再見 越來越多車主 真的很不負責 車子是亂拍的 明顯地感覺到 左邊的車子 很明顯怕右邊的Tesla 所以就有這麼遠的 真的怕它撞花 拍車拍到這樣 外國人就直接放了這張這樣的故事 就是 Many three years old have trouble staying within the lines maybe if you practice colouring this turtle it will help with your parking 就是串他們好像三歲小朋友 有顏色一樣會游過街 今期會放這個故事 在最後 原因是因為它沒有問題之餘 還非常之有趣和幽默 所以各位車主 印定這張東西 日後遇到有些亂拍車的司機 都不妨繩一張這樣的故事給他 我們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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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